寻找就寻见,靠门就开门,我是若子,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撒姆尔记下》 今天我们一起读《撒姆尔记下》第八章 此后,大魏攻打菲利士人,把他们制服 从他们手下夺取了京城的权柄 原文是母城的搅环 又攻打摩鸦人,使他们躺卧在地上 用绳梁一梁,梁二绳的杀了,梁一绳的存留 摩鸦人就归服大魏,给他进贡 索巴王利河的儿子哈达底谢往大河去 要夺回他的国权 大魏就攻打他,擒拿了他的马兵一千七百 步兵二万,将拉战车的马砍断提金 但留下一百辆车的马 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索巴王哈达底谢 大魏就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 于是大魏在大马士革的亚兰地设立防营 亚兰人就归服他,给他进贡 大魏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大家注意呢,这句话是一个总结 就是大魏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那么在这段文字呢,就写 从那以后嘛,此后嘛,就是指 前面,这个耶和华给了大魏这个美好的应许之后 大魏呢,就这个开始攻打菲利士人 又攻打摩鸦人 然后呢,又攻打索巴王力和的儿子哈达底谢 然后呢,又攻打这个亚兰人 就是每一仗都是胜利了 那么可能有人呢,在这里 就是对这个菲利士人应该是印象会很深刻的 是吧,菲利士人我们想一想 在世世纪的时候,那个历史参孙的时候 是吧,就菲利士人就扰乱这个以色列人呢 然后一直呢,就是经历了这个 历史参孙,是吧 然后后来是这个撒末尔,是吧 扫罗,然后一直到大魏 就是一直到大魏才把菲利士人制服了 那么菲利士人呢,就是彻底的被削弱了 再也没有力量啊,来这个侵扰这个以色列了 而至于摩鸦人呢,大家想一想 这个摩鸦人呢,他实际上是这个罗德和他的女儿乱伦所生的嘛 不就是这个摩鸦人吗 还有亚门人,是吧 那么,我们大家应该知道啊 这个其实大魏,就是以色列和摩鸦是有亲戚关系的 对吧,因为罗德本来就是亚伯拉罕的侄子嘛 另外呢,大魏的祖母 路德,又是呢,摩鸦人 而且大家应该还记得,在大魏呢,被扫罗这个逼迫流亡的时候 大魏还把他的父母送到了摩鸦王那里去 对不对 但是后来好像就没有再交代啊 没有再说,圣经里没有再写 大魏后来做了这个犹大王之后 他的父母,也没有写他把父母接回来,是吧 大魏做了以色列王之后,也没有再提到他的父母 反倒写到大魏呢,去攻打摩鸦人 所以在犹太人里面呢,一直有一个说法 就是大魏为什么会去攻打摩鸦人呢 是说,可能是大魏的父母在摩鸦那边这个寄居吧 后来被杀了 这是一种说法啊 我就分享给大家啊 因为我们从圣经来看呢 就是,直写了大魏把他的父母啊 就是,这个交托给了摩鸦王 但是后边就再也没有交代了 是吧,后面就再也没有交代了 然后再出来呢,就是大魏攻打摩鸦人 那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吧 那么,然后呢,说用绳梁一梁 梁二绳的杀了,梁一绳的存留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摩鸦人让他们躺着 然后拿绳子梁啊 就是身高两绳的就杀了 身高一绳的就留下 也就是把那个什么呢 就是身体强壮的,高大威猛的都给杀掉了 然后呢,就是你看他在后面呢 跟这个哈大底线 勤拿他的马兵一千七百步兵二万 你要注意是勤拿活捉呀 就是啊 然后呢,还将拉战车的马砍断了提金 然后呢,这个大马士革的亚兰人来帮助这个哈大底线 又杀了亚兰人二万二千 然后呢,亚兰人呢 也就归附了大卫给他进宫 所以在这里说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是他得胜 就是告诉我们 大卫所向披靡 是吧 功无不克,战无不取 是屡战屡胜 并不是说因为大卫啊 这个什么是军事奇才 用兵如神 是因为耶和华使他得胜 是因为神与他同在 好,我们接着往下看 他夺了哈大底线陈朴所拿的金盾牌 带到耶路撒冷 大卫王又从属哈大底线的比他和比罗他城中 夺取了许多的铜 哈马王陀以 哈马王陀以听见大卫杀败哈大底线的全军 就打发他儿子约兰去见大卫王 问他的安为他祝福 因为他杀败了哈大底线 原来陀以与哈大底线常常征战 约兰带了金银铜的器皿来 大卫将这些器皿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 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就是从亚兰、摩亚、亚门、菲利士、亚马利人所得来的 以及从索巴王立和的儿子哈大底线所掠之物 大卫在阳谷击杀了亚兰 也有的翻译成这里呢 不是翻译成亚兰 是翻译成以东 因为在诗篇六十篇呢 诗题里面是说是击杀以东啊 一万八千人回来就得了大名 又在以东全地设立防营 以东人就都归服大卫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使他得胜 那我们大家要注意这里啊 这部分内容呢 就是讲呢 大卫呢 在这个南征北战 东征西讨的过程中 他打败了啊 这个什么亚兰、摩亚、亚门、菲利士、亚马利 是吧 哈大底线啊 然后以东 那么要注意呢 这个以东其实跟前面这些人是有区别的 因为 大家想一想 以东 就是以嫂啊 是吧 以东人就是以嫂的后裔啊 那么他是和雅各是兄弟的 耶和华是曾经有这个诫命的是 他们是不可以去就是攻打以东 以东的那个土地 那是分给以东的 那不是给你们这个以色列的 那么 那么大卫为什么又又这个攻打以东呢 是吧 那么实际上是当时大卫呢 在和这个另一方交战的时候 这个以东过来呢 来这个偷袭 侵扰大卫 然后大卫当时双线作战 是这个样子啊 所以说对于以东呢 这是实际上是属于一种防卫战啊 所以说是设立防营啊 是一种自卫啊 是一种防卫战啊 那么这个防卫战 耶和华也使他得胜了啊 那么再有大家要注意这一部分里面就是特别强调的是什么呢 大卫无论从哪里得到的什么金啊 银啊 铜啊 是吧 所有的这些金银铜的器皿 全部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 实际上这些东西呢 就是为将来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圣殿做预备 就是圣殿不是由大卫的手建造的 但是建造圣殿所用之物 大卫提前呢都做了准备啊 所以大卫呢就是他从各国啊 制服各国所得来的 以及啊 比如说像那个哈马王陀也拍他的儿子 这个约兰给送来的 进贡来的这些全部都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 留着以后啊 由他的儿子啊 来建造圣殿用啊 那么这里又重复了一遍啊 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是他得胜 那么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这个地图 看一下地图呢 大家都就能够有一个更加直观上的感受啊 你看当中啊 这个啊 这个就是以色列 看到了吧 当中就是以色列 然后呢 上边是北嘛 是吧 上北就是亚兰 大马士革 那不是大马士革 就是亚兰地啊 然后呢 呃 下边就是南部 就是以东 呃 南部就是以东 然后呢 摩押也是在南部啊 然后呢 呃 往 西面 呃 上北下南 左西右东啊 是吧 然后西面呢 就是什么 就是非力士 是吧 摩押呢 就是可以说是在这个东南 对吧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大卫率领以色列就是呢 实际上就是南征北战东征西陶啊 就是啊 真的是就是把这个整个以色列的这个边防四境全部都获得了平安 呃 这个所以说这段描述啊 说那个说这个大卫无论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是他得胜 你看啊 就是说啊 无论是他这个这个以色列国的四境 呃 以色列国的四境 无论是非力士 呃 就是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啊 OK 好 现在呢 我们来看 呃 这个思维啊 都得到了安静 是吧 哎 然后呢 东征西陶 南征北战啊 都得胜了 那么就要呢 这个你如何呢 就是这个 呃 在内部 是吧 取得一个啊 国家的治理啊 是吧 你你既能要 马上治天下 打天下 是吧 你还要能够呢 就是在这个朝中治天下 对不对 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一句俗话 啊 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 又向众民秉公行义 哎 所以说 大卫不仅仅是说呢 就是啊 这个征讨啊 四境啊 那个 耶和华与他同在都能得胜 而且大卫在做以色列众人的 王的时候呢 也向众民秉公行义 秉公行义 这四个字啊 这是很重的啊 那么我们就看一下啊 大卫呢 怎样呢 就是安排自己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王朝 啊 怎样 就是这个王朝的治理 你不可能是靠你一个人 对不对啊 想当初那个摩西 大家想一想 想当初摩西 那不是也是啊 就是这个 耶和华就是借他的这个岳父 是吧 叶崔罗来呢 告诉摩西 你不能你自己一个人 每天审判这些 是吧 你得呢 要设立千夫长和百夫长 是不是啊 所以你看现在大卫啊 就是他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呢 他就开始呢设立了这个国家的基本制度啊 习鲁亚的儿子约亚做元帅 亚西律的儿子约沙 约沙法 做使官 亚西突的儿子撒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西米勒做祭司长 也有的说这里写错了 应该是亚西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做祭司长啊 西兰亚做书记 耶和耶的 耶和耶大的儿子比亚雅 统侠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大卫的众子都做领袖 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大卫呢 就是把自己的这个这个王朝啊 就是元帅呀 使官啊 祭司长啊 书记呀 啊 然后还有呢 是统领啊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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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 这是什么 这是雇佣军啊 还有统侠雇佣英军的首领啊 以及自己的众子 也都呢 在朝中啊 为官啊 做这个王公的顾问啊 各方面的啊 这就是要给他们进行训练嘛 啊 那么所以呢 这里边就是呢 有啊 有这个 啊 这个管理 管理军队的 像元帅 是吧 有负责 这个 这个什么呢 就是记录这个国家的啊 这个啊 这个 文化 历史 教育 掌管这些的史官 是吧 哎 有负责这个什么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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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纪 是吧 哎 这个祭司长 还有书记 书记呢 应该就是指 这个外交事务啊 就是 你也不可能和其他的国家总是打仗嘛 是啊 这个王位得以坚固而做准备啊 所以这样呢 就是我们就会看大魏做以色列的王 然后立国啊 然后呢建立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政治体制就比扫罗呢就更加的完备了 是不是啊 就比扫罗更加的完备了就是呢 呃 各种各样的人才 让他们呢 就是各司其职啊 然后呢 大家呢 通力合作啊 来一起治理这个国家 呃 今天呢 这个第八章啊 这个第八章啊 就是看呢 就是大魏呢 现在是呃 在耶和华神啊 的对他的啊 这种恩典之下 无论往哪里去都得胜啊 是无论是西边的菲利士人 是吧 还是东南的摩亚人啊 还是北边的亚兰人 还是南面的这个以东人都被他收服了 是吧 给他进贡的进贡是吧 归服的归服 而这个平定了外扰之后呢 啊 安静了四静之后呢 又啊 向众民秉公行义 又建立了这个一个基本的完备的啊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啊 政治体制啊 所以说可见大魏呢 是真的是一个耶和华中心的仆人呢 就在这个时候 无论他往哪里去 耶和华都是他得胜 无论是外战是吧 还是内治是吧 耶和华都是他得胜 嗯 那么不仅仅是得胜 而且是得胜有余 啊 为什么呢 你想以东呢 他不是这个以色列的敌人呢 是吧 但是呢 他也让他得胜了 是吧 哎 真的是得胜有余 不仅仅是他这个公讨的得胜了 他没有去公讨的啊 也来给他这个地结合约啊 也来给他进贡啊 那真的是大大的得胜 得胜有余 所以说我们如果啊 就是呃 做神中心的仆人的话 我们想要得到的 都神都知道啊 我们常常会得到我们完全没有想到的东西 但是那么大家想一想 我们做神中心的仆人是不是就是为了大大的得胜 是不是就是为了得胜有余呢 是这个是为了这个吗 就是说因为我要得到神的赐福 是得到神的祝福 所以我才要做神中心的仆人 这个这个问题挺严峻的 是吧 哎 不是 我们要做神中心的仆人 是因为我们是神所造的儿女 是吧 我们是神所拣选的啊 是神所钟爱的 所以我们爱神 敬畏神 做神中心的仆人 何用的器皿 这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全部的初始 全部的目的也是全部的过程 而不是说为了得到神的嘉奖 为了得到神的赐福 为了得到神啊 给我们的啊 得胜有余 我们才去爱神 我们才去敬畏神 如果要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是在贿赂神 神是不接受贿赂的 所以说 神让大魏大大的得胜 得胜有余 让大魏的子孙 建立王位直到永远 大家要注意 这些并不是大魏所求的 大魏从来没有向神求这些 没有跟神求你建立我的位 求你让我的子孙 然后一直做王 直到永远 是神先给大魏这个赐福的 大魏是当时说 我住这个豪华的宫殿 我应该给神也要建一个神 说你不用给我建 我现在要给你一个丰美的赐福 并不是大魏向神求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一点啊 神给的大魏这些 大魏完全没有想到 所以才会有那种喜出望外 与无伦次 坐在神的脚前 然后高声的赞送神 所以我们也是一样 我们在现在啊 真的这是一个末世啊 这是我们都无数次的看到受印了 是不是 那我们不要说 我们是因为这个饱受流离之苦 哎呀 因为我日子过得太艰难了 或者说我想得到更多的祝福 我想得到更大的成功 所以呢 所以呢我要归顺神啊 所以呢我要做神忠心的仆人 那你就不是神忠心的仆人了 神忠心的仆人就是 不去向神要求 一定要让我得胜啊 一定要让我得胜有余 一定要大大的祝福我在这地上 这地上的一切终将会过去 我们所要求的乃在天上 是吧 所以说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而这益处绝不仅仅是 我们在世上肉眼所见到的 我们的我们的这个口腹 是吧 所能够体会到的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都会过去 永远长存的 在天上 我们应该多积攒财宝在天上 而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因为地上有虫子咬 有贼偷 所以呢 你不要在意什么 这个这个钱多钱少啊 是吧 这个什么被人欺负了 是吧 被人骗了 或者说失败了 什么经商成功了 败了是吧 然后事业什么大大小小的波折了 什么身体的这个什么健康了 或者是这个这个这个衰老了 是吧 这些都不要在意 没关系 只要我们爱神 就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得益处 这益处不在地上 而在天上 这益处不在我们的凡俗的日常生活里 而在神的电雨里 在神的账目中 好 我是Rose 史金霞 今天是2022年9月28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欢迎大家点赞 评论转发报的节目 推荐给更多的人 谢谢大家